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也是找到我们广东省类的很多的教授去看 他们也只是开了一些药物给我 我就是每天都是看这个药物药去睡觉 我很有幸在亚亚亚的五月份 我非常非常地幸运得到那个机会 到了西方生殿去归宜职光上司 就在到了西方生殿的第一天晚上 那么多年没有自豪过的市面 就完全自豪了 这是非常神奇的 一直到现在 这是非常棒的 然后呢 这一次我来香港参加这个发挥 第一个答案是请记得看看 因为重生殿下山了两年 身上的信息也受到了红尘里面的一些乌亚 我的睡眠 经过两年在红尘里面的乌亚 确实变得有点下架 但是呢在这里的几天 特别是昨天晚上 我觉得我睡得特别下架 跟脂肪的堆积 还有这个平常处这个皮带处得太紧 所以在我的优厚药里面呢 也有一个脂肪的那个小截子 很神奇的说 经过这几天 我刚刚在摸着摸着的时候 我好像觉得不怎么摸得到 有一句话 很想听各位说的 在你们今生 一定要去一趟西方生殿 这绝对是你们今生最正确的选择 谢谢